變色 然後亂開支票 就是這種典型的 我們不用看台灣的大問題 光一個相交問題 我們還笑別 我們自己的藍綠兩黨的政治人物 通通都是塔心 通通幹同樣的勾當 我覺得這問題 或許我們往海峽的另外一邊看一看 中國的前總理 朱鎔基先 他怎麼講 他說山農問題是國家的基本問題 農民真苦 農村真窮 農業真危險 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 由藍綠雙邊 有誰從這個山農的角度 帶領台灣朝什麼 解決問題 而不是在解釋立場的方向前進 藍綠各自有一套他的什麼 政治的圓黃術 受購 真的受購 這個受購不是說 我是一個吃香蕉的小孩而已 你就看一看那種香蕉的人 他憑什麼要忍受藍綠政黨 長期對他們的剝削 那才是真正的剝削 我們為什麼要對農民 一直不斷講這個東西 我們講說社會的公平正義 我們講說壽星階級的勤勞所得 可是你要知道 勤勞所得中 真正的勤勞所得就是這些農民 因為他的什麼他的辛苦的汗水的比例最高 而且他什麼價值的貼水的比例反而最低 就是要照顧他們 可是到目前為止這種核心的照顧 這種核心的體屑沒有 就在比賽吃香蕉 事情發生那麼多 大家比賽吃香蕉或者是特別不錯 其實香蕉的問題呈現的是台灣的這個民生 相關的經濟問題 其實我們都記得一個多月前 塑化季發生 如火如土 大家都在關注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一陣子我們很多水果的價格是供不應求 價格非常的好 在台北市買一顆鳳梨變80塊 買一顆芭樂五六十塊 比一個蘋果進口的貴很多 那曾幾何時為什麼到了六月中旬 其實這問題發生在六月中旬 當大批的香蕉產出來的時候 這些蕉農說過去都有政府來給我們安排 做很多的外銷的規劃 今年怎麼變小了 怎麼變少了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因為去跟立委陳情 其實當時蘇振青有寫了一個新聞稿 我今天從立法院抠出來了 他要求農糧署 要去處理什麼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聯合報報導 說六月二十二號 因此農糧署開始啟動 產銷調節機制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不管是藍或是綠 都有責任 不管他是擔任民意代表 或者他任政府機構 他都有責任 要好好的去反映 人民基本的需求 當這個基本需求被提出來之後 其實這件事情老實說 因為在馬英九講了這些話之後 好像達到了一個高潮 可是真正的重點是 農民真正的需求 未來有沒有真的被解決到了 我有問題誰在乎這個問題 剛才有權這個 每一個人都很在乎啊 農業這個專家 我還要再次 我馬上回來 我馬上回來 提醒您 另外一個是 這是一個農業政策的問題 還是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選舉的問題 事實真相是什麼 已經完全是脫節了 這是我們稍微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來關注的 但是馬英九總統針對這個問題 它是一個選舉的問題 還是一個必須要去解決的 臺灣的農業長期已經存在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臺灣本來就是個小農 因為小農所以生產成本高 所以農業生產本來就不利 本來就沒有競爭力 而剛才蔡友權現在談了一個重點 在長期以來又沒有解決到中間剝削的問題 也就是說從產地到民眾市場 中間的層層剝削的問題 農產運銷的問題始終沒有有效的解決 所以農民既要蒙受損失 消費者又要承受非常高昂的農產品的價格 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次大家應該平心靜氣來談 香蕉是個問題 柳丁不是問題嗎 蒜頭不是問題嗎 稻米不是問題嗎 所有的農業問題幾乎都是一樣的 現在重點是總統的一句話 你怎麼不早說我前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總統所謂的為什麼不早說 指的不是說大家所在榜間傳的那樣的 為什麼不早說 也不是說不治民間疾苦 總統談的是說 他原來對香蕉的專業知識 他不是那麼瞭解 你們為什麼不早給我反應 其實農委會有沒有知道這個問題 知道 但是農委會有沒有有效的解決 沒有 我覺得雙方爭執一個很無聊的問題 潘本安說產地價格2到4塊 農委會說產地價格是6到8塊 所以亂講說實話 不管2到4或6到8都不服生產成本 所以交融是目前是受苦的 這個才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也不要見面心喜 大家應該一起來共同面對 台灣長期存在的農業問題 這是農業這個交融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農業的這個問題 但是這一句話是怎麼說的 這是這位交融的妻子所說的 他說馬總統一句怎麼沒有早點講 那麼這位女交融說今天馬總統是好一 媒體為什麼要斷章取義 這樣的這個說法 我想這個也點出來 我們長期以來 媒體在對很多事情的擷取跟詮釋 所以榮獲台灣本來就有這個不同立場 有政黨看法 可是媒體在這裡面扮演著角色 但是我覺得既然是這樣子 說話的人當然要更小心 我想過去蔡英文主席也是被大家無限放大 他的一句話 不管是媒體放大的 或者其他的政黨來放大的 但是我覺得作為有權力的人 或者作為台灣的一個領導的階層的人 他都要想盡辦法 盡可能的讓他的語言不要被扭曲掉 而且被扭曲了以後 要怎麼樣清楚的去做解釋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做了什麼 這個我覺得還是關鍵所在 如果都是用嘴巴說 一直說一句話兩句話三句話 說多了也無意啊 你真正做了什麼事情 真正的幫助民眾解決了問題 改善了他的生活 讓台灣能夠真的有自信的走出去 不管是在經濟上面 或者在文化上面 或是在外交上面 我認為這個才是人民真正關心的所在 所以我覺得台灣媒體 當然也有一部分的責任 大家要共同來讓台灣的社會 真的好像更下巴掌 香蕉的這個價位 如果真的是漸掉了 那麼農民是受了這個苦 農民他會反映出來 在無論是在他的這個整個的上街也好 或者是選票也好 可是這所有的一切的點 是在於炒作 還是一個真實的反應 其實坦白說 農業問題我真的不是專家 雖然我也很喜歡關心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必須先把它放一邊 因為我們真的都不是專家 他有一些他很長期的一些問題 就像剛剛有權講的 40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不可能我們一個節目把它談完 可是我很想談的是 馬英九的態度問題 他那是所有事情的 關鍵中的關鍵 你看他碰到這件事情 我不管前面有沒有被扭曲 被斷章取義 他的反應 他的反應就是 欸 農委會你要早點通報 我要問的是 你為什麼要跟農民接觸 你要跟農民接觸 不就是想要去測試一下 農委會的政策 到底農民受賄了沒有嗎 你的態度不該如此嗎 你不要只是 就馬英九的腦袋裡頭 只有行政部門 只有行政部門說 你要告訴我 你要告訴我 可是從民間的聲音 你到底想不想聽 你到底願不願意聽 你愛不愛聽 你能聽多少 你懂得聽多少 這是所有的問題的關鍵點 今天你跟Long Stay的朋友 我要講今天這個嬌農 是百分之一百的權力想要保護你 因為他真心的把你當朋友看待 你有沒有真心的把他當朋友來看待 關心他的生活究竟是如何 還有他所有的這一嬌農 以及他背後所代表的那一批嬌農 就是說你如果真心是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去再關心你的朋友的話 不要講那一句 你一定會問出讓他很窩心的話出來轉述 那那個時候我要告訴各位 當時被斷章取義的那是很窩心的話 而就不會是這一句讓人家覺得聽不下去的話 所以我才說所有問題的關鍵點 在你馬英九的態度 你到了民間的第一線了 你見到了民間的友人了 你為什麼不多聽他們講一些話呢 你為什麼心裡頭想的只有行政部門 你要趕快通報我 你為什麼不想要從民間聽一聽 行政部門做的事情 民間到底感受到了沒有 然後我對整個的問題最終結的 能不能夠給交農們或者所有農民們 帶來一個比較讓他們覺得稍微能夠安心一點的解決 我覺得那個陶哥 今天談到馬英九我要跟他建議 他跟蔡英文教授主席同樣的那個毛病 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是非常致命的 就官僚體系的思維 你沒有站在一個政治領導者的那個高度 所以然後常常講革命之後 一代不如一代 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假定今天兩黨的領導者 或兩黨的領導集團 都陷在官僚思維的這樣方式的話 台灣總不是困境 目前都一直在那邊鬧圈 沒有政策嘛 然後老實說呢 像馬英九講這樣的話 對我來講 就像對我來講聽到的感覺 就像連戰去中國 嗨 連爺爺回來啦 好笑嘛 中國好笑嘛 因為你不知道台灣 你對台灣太疏離啦 你用那個方式來表示你的愛戴啦 不管 有政治目的都不管 那是好笑的題材 你馬英九 我不是來的嗎 你怎麼不早說呢 那都是除了無言的感情之外 風格是好笑嘛 為什麼 因為你馬英九 對台灣這塊土地跟人民太疏遠了 台北小孩嘛 我不是說我小孩喔 台北小孩 太疏遠了 蔡英文也有這個問題啊 台北小孩嘛 你除了蔡英文的 何樂圍講不好嘛 這語言感情都不好 沒有辦法 像農民表達得很好笑 這都他們的問題啦 我真的要跟他們兩黨 或是跟台灣的朋友 甚至跟我們媒體說 大家不要做政治建立了 台灣要亡國啦 老實講 對我這種 我們一世人為党一個敢的人 中國現在 中國現在 軟的軟的軟 在那邊的中國 動不動嗎 台灣的英國這樣就是這樣下去 當然是無國 我們就送到中國的斷頭台 要拿出政策來啦 所以 第二話要說的是 談到農藝問題 道克 在你的節目裡頭 這麼久沒有人來了 讓我為我們農民講一句話 我們今天堂吃的菜 幾乎都對我們隔壁 我們那種頭煮冠鄉 我們高雄 現在又高雄市 煮冠鄉這大片創的菜 我的老婆說很大 當時創水 那沒水嘛 你現在我們當時我們高雄看 我老婆現在就百幾歲就死啦 現在創那些六七十歲的那些 都隔壁在那些政策 他們的政策要哭啦 這台如果死咧 我們都要怎麼做 這台如果死喔 要怎麼競爭 政策要不要人做 不是你農會坐 你們去那裡農會人 那不可能有度嘛 台灣的問題 我們農業技術沒問題 農業的人才在哪裡 肯 然後 他頭那裡嚴 去造新的 他那叫 在哪裡 這才是問題啊 他不是農業的這個 農民的這個專業的問題 是台灣很多的專業問題 現在都消失了 我馬上稍後再聚會來 我馬上稍後再聚會來